以色列50年来 他们挖了大概450个失败的勘察警 直到2009年 他们终于一举在东地中海 陆续发现好几个天然气 非常丰富的气田 那以色列呢 现在他们的天然气的储存量 已经高达800亿立方公尺 等于足够他们躺着用8年 好 这什么概念呢 台湾没有这种命 当以色列一要变成了能源爆发户的同时 能源却仍然是我们最脆弱的一环 目前我们台湾的能源进口最大宗 天然气大概43% 我们的储存量只够用11天 就算在最好的情况下 加上了三些大潭天然气场 也只共用15天 所以换句话说 任何一个敌国 那只要把台湾给封锁 大概超过两个礼拜 那台湾将近一半的能源 就要没有了 所以能源高度仰赖进口 这不只是能源问题 更是台湾的国家安全问题 所以以色列这50年来 如何改变它先天不足的能源产业 那又可以带给台湾什么重要的借鉴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这是以色列能源局的形象宣传短片 以天然气产出大国自诩 以色列口号喊得响亮 它在2022年的确抢眼地 成为区域政治的中枢之国 换句话说 包括欧洲 北非 中东国家 都在抢以色列的亲卖 眼巴巴谋求以色列天然气 来到自家门前 这恐怕是以色列 甚至全球都始料危机 以色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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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能源企迹 有三大关键 第一 以色列政府起步早 且政策坚定 早在1950年代就投入勘察进行能源研究 1952年以色列颁布石油法 成立机构提供油气生产等技术支援 并对能源公司税率优惠 政府全力推动下 以色列从1950到1990年代末期 赤字挖了约450个勘察井 但这上百个井 能源蕴藏量全少得可怜 加上1979年苏敌伊朗爆发革命 赴上台的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 一口气切断了对以色列的石油出口 以色列毕竟胜据教训 反而更确定发展永续能源政策的重要性 第二 以色列在能力资金都尚未到位时 仍积极找外援寻求突破 他是以色列能源开发商泰德摩尔 1991年他的小公司 开始在东地中海 勘察 钻探油气田 信念 让泰德摩尔不设限 且附近邻国埃及当时也发现灵性有田 泰德摩尔于是前往美国最大产油州德州求助 但是德州大厂担心帮助以色列将引发阿拉伯客户的排挤 因此没有一家大厂要领这个以色列小公司 最后泰德摩尔的坚持终于打动了一家德州小公司点头 终于一家大厂的大厂招职业 没有阿拉伯客户 今天叫做《Noble Energy》 认为投资在以色列的梦 我们在以色列的领域开始了 这是一个完全新的领域 对吗 对 你开始以色列的这些资料 从什么都找不到 那正是 这就是 明天的平板 企迹是从不放弃开始的 布旦泰德摩尔的小公司 从2013年开始正式启用外海塔马尔的海上天然气田 另一方面 塔马尔以锡两倍大的地围坦气田 也被发现 蕴藏近6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加上周边的小气田 以色列发现的天然气量 总共超过9000亿立方米 若不出口 等于足以供应以色列天然气 超过半个世纪 这一年 10月2009年 等于以色列投入油气炭肯 整整57年 到达到油气炭肯定 以色列会赚到100亿亿 以色列会赚到达到100亿亿 它是很厉害的工程 以赚到油气炭肯定 而以色列没有停止在此 以色列创造能源企业的关键三 它满足了国内天然气需求后 更迅速投产出口到临近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着眼的是 当逐步实践能源自主后 就能摆脱周边紧张的地缘政治 和资源稀缺的困窘局面 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更均衡 更均衡的经济 这是一件事 自然的油气炭肯定能够帮助 但它需要有忍耐 耐心是因为有长远的筹略眼光 台湾能源高达九成以上 仰赖进口 往能源自主的道路上 从上到下 是否有破坏清楚的能源政策 不间断地持续投资研发 加上不设限的创新能力 与警觉于摆脱地缘政治 和资源的受限 我们需要这样的智慧和魄力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